他们的恐惧是我们的武器 我们的胜利 谢谢了兄弟姐妹们 你们健身了吗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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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已完了 Take it down the 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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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thing's just beginning For the games you want to play Bring it on and now we'll fight To the end just watch and see It's all started Everything's begun And you are over Cause we're taking down the CCP Cause we're taking down the CCP Spread the word all through Hong Kong We will fight till they're all gone We rejoice when there's no more Let's take down the CCP They have all lied for too long We will end what they do wrong Spread the word all through Hong Kong Let's take down the CCP Let the bullets fly a little longer And you will surrender Let the bullets fly a little longer We will have freedom to live We will win your surrender Let the bullets fly a little longer Let the bullets fly a little longer 中國 You are over Why will you be done You are over Tikana M Hebrews 談取 中國共產黨 This CCP CCP esses örg 家 Shirin se h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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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的生活一些故事吧 就是伪职业足球 他不是伪足球 就是伪职业 好的 好的谢谢 谢谢叶女侠 谢谢郝董 那我们再请Tagomi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Tagomi没有再跟我们连线 所以没有显示他 Tagomi 好的 大家好 我是东京英和西的Tagomi 今天非常高兴 我告诉大家 这两天东京 日本的樱花开得非常漂亮 到樱花的季节了 基本上走出去的话 满地都是樱花的花瓣 我们家附近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日本看樱花的话 非常推荐 好 那个 交给你 好的 然后王大哥 全球的战友好 全球的战友好 是不是有回音啊 对对对 好像是有一些 我听了也是 这期节目 现在好 这期节目 咱请来 咱们叶董事长 小叶虽然年龄比我 中国小 但是绝对是老体工队 你说一想 80年进 这个 进这个体工队 我是86年进的 而且这个 你看小叶这个 是进了这个省体工队包括国家体育训练总局 这个是绝对老资格 欢迎欢迎 其实跟海东一样 就十岁去的体工队 他去的八一队 其实咱们是一样的吧 对我就更早了 我80年我就入伍了 这八一体工大队 对吧 80年就这个 你是84年 你只是年龄小 我年龄小 对啊 你像董事长 他是86年进的 那个体工队 对啊 保动算是晚了 对啊 就像我们都是 像十岁就进了体工队 对啊 就就所谓的挣工资了 有工零了 我还是军领 对啊 小叶也是十岁嘛 到了浙江省体工队 只不过是我当时 去了体工队以后 你是就不上 离家了 那我也算 就因为我父母是 在杭州也都是 体工队大院的 住在体工队大院里面 但是我也是 只是比别的地区 比如温州的 这些运动员 稍微好一点 因为每个礼拜 周末我还可以回趟家 在家住一天 然后这个星期天晚上 我再回去这样子 因为我是属于杭州的嘛 这个相对好一点 基本中共这种体工队模式 就是基本没人性 对吧 十岁八岁的孩子 我离开父母亲 离开家 是吧 就开始了 就天天干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相当于 我们就独立生活了 因为在那儿 你得自己洗衣服 什么的 你自己拿着饭盘 去食堂吃饭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都是 集体生活 集体生活 对 然后还有到晚上 不训练的时候 有的时候 老队员还会让你出去 买个东西 什么的 买个宵夜 你还得帮老队员干活 基本上这个 集体生活 就是这样 对 我先打算一下 咱们 咱们有一个 小视频 对 我就想说到 就是既然夜下 提到了就是 进入集体的生活 咱们看一个小视频 然后是关于 小朋友训练的 就是大家 可以深切感受一下 在那个 在训练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飘香战友 请咱们导播放一下 那个视频 可以吗 想要成为一名 奥运冠军有多难 四岁开始掉单杠 每天训练超过八小时 一直要到十四岁 练得好 被挑的国家队 练得不好 只能一辈子默默无闻 一场比赛结束 两个女孩总算能歇一口气 守在场外观看的家长 对教练提出了意义 她的女儿是刚才获胜的 王露宁 当初 送孩子来训练 只是为了增强体质 也不指望将来成为世界冠军 这样的方法 会不会太严格了一点 而教练虽然长着一张娃娃脸 态度却没有丝毫松动 训练就该有模有样 比起她小时候的训练强度 现在的孩子已经很轻松了 王露宁家的情况只是个例 而大部分参加体操 举重训练的孩子 都是农民出身 读书不能出头 成为专业运动员 就是另一个选择 站上国际赛场 为国争光的同时 还能改变命运 就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俗话说 排上一分钟 排下十年功 孩子在训练中受伤已是尝试 输了比赛的邓童 上药时忍不住哭了 可妈妈一句不练了 她又憋了回去 因为她知道 长大了要赚钱 要给爸妈买新房子 同龄的孩子 想着怎么玩的时候 她却在考虑这些问题 父母听了 既欣慰又心疼 可这都是为了将来 必须付出的汗水 要知道 冠军只有一个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在这里 孩子们基本听不到鼓励 动作不标准 那就得一次次重练 但在男生队 却有个例外 阿南天赋过人 教练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 日常训练 也比其他小孩严格 可阿南性格敏感 一被教训 就忍不住掉眼泪 教练头疼不已 和男妈闲聊的时候 常常提起 这孩子什么都好 就是经不起批评 男妈一脸难堪 她今年34岁 看起来 却像是老了10岁 原来他们家并不富裕 阿南的两个哥哥 也参加过体操队 可训练效果不好 就被劝退 现在阿南 就是全家唯一的希望 为此男妈 一有时间 便会盯着她训练 在家也常常 烧香拜佛 祈求月娘 保护孩子 训练顺利 过度操劳的后果 便是经常住院 可就算这样 她也不忘 叮嘱阿南 好好练习 这天训练结束 孩子们都被家长接走 阿南却没人来接 妈妈又住院了 她只能被保洁阿姨 送去幼儿园过夜 孩子们都已入睡 她却睁着眼睛 默默地流泪 第二天训练 她又因为动作出错 被赶到一旁 教练怒气不争 过了一会儿 还是不忍心 又把她拉到身边 调研了有什么用 拿不到第一 什么都是白费 你们唯一的目标就是 当冠军 拿金牌 队里比赛 明明有七个孩子 教练却只准备了 六份零食当奖励 最后一名的孩子 则为安排 与国旗合影 除了鼓励安抚的意思 更多的是为了告诉他们 与国旗合影 是一种光荣 为国争光 是一种使命 空闲时 教练也会带着他们 去比赛现场观摩 这样的教育无处不在 幼儿园老师 也会在上课时 用争取金牌的方式 让孩子们比赛画画 邓途拿到第一名 他高兴地揭快金牌 甚至在放学后 还要对着镜子 模拟登台领奖的场景 仿佛这样 就能梦想成真 对孩子们而言 过程虽苦 但有盼头 训练队里 还有一对 输小便的双胞胎兄弟 两人背负着 爷爷奶奶的期望 为了挣钱 退休的爷爷 成了一名下水道清洁工 白天工作 晚上就在家 督促孙子训练 教练也会在训练间隙 教育俩兄弟 要学会感恩 长大一定不能忘了爷爷 一段时间过去 兄弟俩被允许参加比赛 可同时 他们必须剪掉 从出生就留着的小便子 尽管不情愿 他们还是去了理发店 拿着剪掉的小便子 满是惋惜 好在付出 总能换来回报 几天后的少儿体操比赛中 男女训练队 都拿下了团体冠军 对训练队的孩子而言 这是一条没有尽头 也没有退路的跑道 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残酷 你会指责孩子 失去了美好的童年 你会指责 小小年纪 就背负起国家的荣誉 和家庭的希望 你会批评他们 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压力 可仔细想想 除了体育 任何一个行业 想取的成就都得受苦 成功不就是靠千百次的练习 熟能生巧而来的 反共我们 不也是在既定的教育体制中成长 比起批判现实 发泄心中的部分 不如多看看这些孩子的眼睛 那是一种永不妥协的毅力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场血雨腥风 不管在何种体制下成长 但愿我们都能像这些孩子一样 顽强 倔强 面对生活 绝不言败 好的 谢谢 我想问一下叶女 现在已经看了这个视频的感受 因为您说十岁就参加了体工作 在您的眼里 就是您的经历和这个视频里面 经历的这些小孩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体操队这个只是项目不同 然后他们的这个 我觉得可能比我们更惨 因为他们更小 大概五六岁就到了体工队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在浙江队的我们的训练场地和 是在当时是在体工队的外面 在一个我们杭州 原来叫杭州的体育馆 然后现在叫杭州市体育馆 然后在那个在外面 然后我们的那个训练场地和 当时艺术体操是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训练的时候 经常就能听见他们的这个孩子的 也在旁边就是拉韧带啊 就是这种经常就喊叫 你知道吧 这种因为拉韧带 你很小的时候就得要拉 但你就是没有这个 有些孩子他是韧带不好 他就是要通过这种使劲的拉 然后才能这个所谓的这个 好像你就能练好一样 然后也有听到说这个韧带被拉断了 那也是因为教练 他就是有些掌握不好的时候 他就会用力过猛把孩子的这个韧带拉断 就是我觉得他们 就是说项目不同 就是他们这种项目比我们感觉 我觉得对我来说觉得更加残酷 更加那个 但是所有的在这个体工队的这种经历 包括生活上 其实我们都差不多 你像我刚刚去体工队的时候 因为场地是有限的 我们分就是一队二队什么的 我们是刚进队的 比如说是集训队的 小孩我们是没有场地给我们训练的 我们要趁着他们老队员不训练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能有那么两小时的时间 然后去训练 你像人家老队员就上午下午训练 我们是早上起来 六点起来要出早操 然后中午我们是不睡觉 然后去这个老队员不训练的时候 我们去训练 老队员这个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在房间休息 在房间睡觉 然后晚上 因为你不可能就早上出个早操 然后中午训练就完了 对吧 然后晚上还要吃完晚饭 然后还要去场地继续训练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一天三练 然后场地没有的时候 有时候老队员也是人多 他们有时候也错开一些时间训练 那我们没有场地就去那些 我当时印象很深 我们有一个田津队的一个室内的一个超场 就是管吧 因为田津队那时候有个室外的场地 有一个室内的一个室内管 是200米的一圈的那个大小 然后它中间它是那种煤扎地 是给那些投掷啊什么这些运动员 就下雨的时候 然后他们到室内 然后它中间是这种煤扎地 然后我们教练那时候 没地方训练啊 然后就在跟他们商量了一下 就在那个煤扎地里面 我们拿自己拿白石灰粉 然后我们自己就画了一个场地 然后有一段时间 这个有下雨 我们在室外跑步 身体训练都练不了的时候 有时候说给我们就在那个煤扎地上面 稍微练一练 然后模拟一下这个场地 然后找一找这个场地的感觉 就是这样 好的 然后我在视频里面又看到 就是说那孩子就特别辛苦 说要给爸妈买房啊 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您小时候有没有什么 在训练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然后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 或者是有很大的压力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 我其实怎么讲的 我父母没有说给我的很大压力 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 当然他肯定要说 你身体要为省政官 然后去国家队 然后当然你去了国家队以后 你要为国政官 对吧 这是必然就是会给你有一种这种行政 但是他们没有 就说的那么的 天天在那里说 让我要为国政官 或者什么 他们倒是没有这么说 但是无形中这种氛围 好像你能感觉到 我自己当然那时候也是想 我首先我要为省政官 我要争取我要去国家队 然后到了国家队以后 我当然是我要为国政官 那肯定是有这种东西在思想在里面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这种就是其实是这个体系 把我们整个人的思想都给绑架了 你就像刚才视频中的那些一样 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如果不出人头地 所谓的不出人头地 你没有成绩的话 你就挣不着钱 你就一无是处 你就可能运动员 很多就像我们没有出成绩的运动员 你都不知道他们都去干嘛了 他可能他们那时候还是所谓的分配工作 或者是因为你也不上学了嘛 你都跟这个社会其实是脱节的 就是说你都好像都没有退路了 你像我其实你说没有碰到一些困难 那不可能就是训练 当然你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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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计 learner 我答了一下 你们 require myself 你们就说爱不爱打 教练练练练维 started 教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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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eder解 教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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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了 教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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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Wired already better 别人就是反正说打跑票 我将来肯定是世界冠军什么的 说我这个父母遗传基因 跟妈妈调整身体数字 就在这个我们这一同波的里面 那就是你就没得 就是他们远远肯定是不如我了 然后但是我教练呢 也又很心疼我 然后我呢经常 他教我的动作呢 我是他就说我是悟空一样 一天三遍经常变来变去 不按照他的这个规定动作来做 然后有一次就也不知道怎么他把 我就印象当中不知道什么事啊 我就已经不记得 反正他不高兴了 然后外面体育馆外面就在下雨打雷 完了以后他就上来就拿那个拍子 就往我的腿上就抽了一下 然后那个拍子就断了你知道吗 然后就说你去外面跑十圈就反跑呗 然后我就扔了拍子我就出去跑 我就出去外面跑步了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那些队友就说 你出去跑步的时候 你王教练在那掉眼泪 他也心疼嘛 所以打也肯定是打 但是他比较心疼我 因为他打保票了嘛 我以后肯定能拿冠军 就这样了 对您说到他也心疼 可以说一下就是你们跟那种教练的关系 还有你之前说到好像旁边就是那个体操队 就是跟其他队的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一下 对跟其他队的这些其实没有太多的交流 我们就是自顾自的自己训练啊 然后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就看看他们旁边 在那他们练什么东西啊 他就这样 然后教练其实 对因为我就是在杭州的我爸那时候也是提供队的嘛 然后所以我们从来是没有给教练 给我们的教练送过任何礼啊什么这些 那从来没有 然后但是我知道就是他们从比如说有瑞安 就是在温州下面的一个市的这个叫瑞安市 当然应该叫瑞安县吧应该是 就温州管辖区的那个体校 然后那个教练呢 会是经常给那个教练 给我们那个王教练 审队的教练会送一些礼物啊什么的 因为因为他们那个就是瑞安的这个运动员 后来他就是要的就比较多 因为以前吴宅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吧 但是后面一想一想 他就是这么回事 他进队他就进了好几个 因为我们这一批人他的指标就是八个人 一个教练就带八个人 所以那你集训的时候可能就是二三十个人 然后他就会留八个人下来 最后的这个其实你从身体数字啊 就是后来我们就是看的话 你从身体数字啊 他们当时瑞安的那几个根本就 根本就不行 但是教练也就给留下了 所以这是所有的这些东西的 这些一切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这个体制 你如果真的是 比如是你审队挑运动员 可以你通过审的比赛 你通过比赛你来选吧 你比如说这一年 有两三个比赛或几个比赛 你都通过比赛的成绩来选吧 不同年龄段的 那就很简单了 对吧 你用实力说话呗 那就不涉及到这种这种 所谓的就腐败的这些问题了 你就谁打的好 你就要谁就好了 很简单 那最后这些就是成绩比较差的人 他们后面归宿是什么样子 就最后再退队 然后再去 对呀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其实也不是 对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这个结局 当然就是那个年代唯一就是好的是 因为那时候讲究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像他们过来的那都是农村户口 以户口就是迁到城市里面了 因为那时候还实行这个粮票的各种票的分配制 那这个你的差距就很大了 他们从瑞安就得说户口就迁到杭州了 然后他们当然他们分配的时候 就是说好像粮票也这些也取消了 但是你的户口就相当于你就落在了杭州 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吧 就是说 但是分配了以后 他们也都是各自在社会上 当时退役了以后 有在那儿去小商品市场 这个卖服装的 就是什么就都是自己去做一点小买卖什么的 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 我跟你讲一讲 就是说你现在你坐在这 我们包括现在我们所有的中国的老百姓们 所有的现在的人 不管他是八十的还是八岁的 还是十八岁的 二十八岁的 你们要知道一个事实是什么 今天你讲的 八零年 九零年 所谓的提供队 跟现在的中共的情况 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改变 你认为他说 原先苦 原先不好 现在好了 没有一点改变 只不是你姓宇 你可能父母亲 不知道怎么了 你出了国 在中共 没有任何的改变 当年的提供队 是怎么样 现在依旧怎么样 而且会越来越差 会越来越苦 越来越操战 那么我是八零年进的八一体工大队 就跟他八四年进了浙江省 体工大队一模一样 就是八零年 他旁边的只是八一队没有羽毛球队 后来才有了 只是在福建 那么你们刚才看见了体操的这些孩子们 当年我到八零年的我进队 我是已经算是最小的了 八一队没有过足球队 少年队有过挑过十岁的孩子 没有 那么八一队大队长 当时卢廷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政委啊 刘海青啊什么都说 我说我们这是幼儿园吗 这么点孩子都要挑过来 是吧 他人家要抗 就是体操队友 体操队基本上八岁 那么当时的马彦宏什么的 那都是八一队的 要知道第一个世界冠军什么的 都是我们八一队的 只是后来八一体操队又被解散了 而且是先解散的女子体操队 后来好像男的也没了 就是所有的体制里面 你们知道很奇怪的 就是他可以任意的 把一个项目 把一个队伍 就给取消了 你有的就白练了 你懂吗 就是他来了 取消这个项目 这个队伍 取消 那取消这些人去哪了 你们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你现在 我问问你 马彦宏去哪了 大家谁知道 那是世界第一个一 什么他的名字 命名的一个一个 体操动作 对吗 世界第一个冠军 那女子呢 就是中国的 马彦宏 他们当时都是在八一体操队 马彦宏应该是 八十年洛杉矶奥运会 跟徐海峰 他们当时最一波的奥运冠冠军 这就是我们当年 他在北京 只是他比我大一点 我十岁 当时可能人家十四五了 他待过两年 十六岁 或者什么 他打了奥运会 什么的 他得了什么冠军 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些人的结局 最后没有人知道他们干什么 还甭说马彦宏了 对吧 他是这么样的人 咱今天还能说出来 他都不知道在哪了 那个张尚武最后都在地铁里卖衣 是吧 这些孩子们当时都是被打 被那大夏天的 穿上容易在田径场 跑圈的小女孩 为什么 体重超了两公斤 类似 就像这种情况 比比皆是 就是你不要以为现在 不是了 现在依旧跟原先一样 那么我们 巴以体育大队 有体操 足球 篮球 排球 手球 举重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一样的 你在孩子 离家 到了这以后 没有父母亲 没有社会生活 没有任何的这个交际 你就十岁八岁 开始练一个项目 所谓的 他给你洗脑 为国争光 他妈的 国家 摧残了你的时候 你不说 你赢不了第一的人 刚才那个录像里都有 那些人哪去了 他们所谓的人上人 吃的苦中苦 他妈问题是 谁都是人上人 那谁底下 人下人是谁 对吧 你去 刚才小叶说的这个 你不去送礼 你就从瑞安 都到不了杭州 对吧 那么瑞安送礼 那个利水送不送礼 利水送了礼 所谓的吴锡 送不送礼 是吧 胡州 潮州 送不送礼 那怎么办 那时候就没有胡州 什么金华那些地方 他不送礼 他就没有人吗 没人送 就是这些的现象 就是中共体制之恶 你要看到这些东西 大家才能明白 我靠 这么一点孩子 就被赋予了所有的钱 为国争光 压力 所以底下 所有的一切的人格的扭曲 八岁十岁 一个孩子 你就被弄到那里面去 而且那里面 高低贵不同啊 有大的 有小的 有那个的 就像他 他还算幸运 父母亲还是体育队的人 家有在杭州 没有人 太多的人欺负他 对 是吧 像我们那边的那些 开始你到体育队 像活动他们都应该 老队员 使唤你跟使唤狗 我补充一下 东哥 咱们在电视镜头 看那个老教练 拽那个孩子 这是在摄像机下边 你看起操 游营 武术 跳水这些项目 我刚才为什么说挨住 很多都是农村孩子 就是七八岁 十岁 十一二岁 他们是农村 护股上来以后 教练对他们 这种身体是一种推散 这种非人的这种训练 那么他到父母那边 他又不能说 要把这个分配回去 那可要了命了 这个农村孩子 上来就是要拿一个 从事护股 他就是挨住 收了几步 他又不能和家里说 他就和家长说了以后 家长还要骂你 必须要坚持 要出人出地 必须要坚持 咱们这些单向都 起操了 包括平马球的 武术的 这些举重什么 这些单向 神经病自杀的特别多 我告诉你们 天灵命 八一提供大队 八一提供大队 神经病的 就是精神错乱的 精神出问题的 我们亲自像活动 他都知道 我的队友李渭 这只是我告诉你们的 这是我的队友 80年跟我一块进队的 球踢的都非常棒 最后的 八一队在我们上一边就 比贾修权要大一点的 跟比李福生小一点 那是全中国 打得把他最好的 比王振杰的 寿命员还好的水平 有个叫傅力来的 我们的 神经病啊 女排的 有一个 神经病啊 这是我 八一队就是 我在我亲身经历 就一个一个 就是在我身边的 有李渭 有傅力来 有什么女排的 就是 比比杰式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 不光是身体上 受到的摧残 在人格上 精神上 都把你最后 弄得他妈的人不人 鬼不鬼 在这种体制里面 最后 各方面的压力 摧残 最后就让你 成了神经病 就是这样 踢个球 他妈的 打个羽毛球 弄个体操 就你跟国家 跟你妈民族 跟这么 都成了 这个一种 联系在你 一起 这帮孙子 共产党 多么的邪恶 他打小 就把你绑架了 就给你洗脑了 你所有的一切 他都给你 灌之以国家的名义 完了以后 让个个不公平 让你得到一点点实惠 让你的孩子们 让你的所有的社会里面 你只能依附这个体制 是吧 还有他妈什么户口 在国外 你听过有户口这些说吗 有集 什么户籍吗 扯淡 我那么一中国人 怎么还能分出 三六九等来 你们这些王妈蛋 对吧 我什么有什么叫 农村户口 我都奇了怪了 对吧 我那么生来为 你们不是说的 我祖国强大 我是中国人 我去趟香港 还要办个签证 是不是扯淡 是吧 怎么会 你听说过吗 西班牙 美国 日本 你管理你的 他不是为了培养你 是吧 为了陪伴你成长的 没有这一说 所以你们会看见 在这个视频里 那些孩子们 那都几几年了 那可不是198几年 九几年的项目 高尔大 是吧 这是 最多十年前 要知道神经病最多的是哪个项目 董哥 神经病最多的 还有自杀最多的就是乒乓球 为什么 乒乓球这个小叶 小叶这个应该是最了解 乒乓球 他那个竞争 他要和队友斗 他要对手斗 他要教练 斗智度赢 从小 十多岁就 就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 他从小输球 他的对手竞争 他不打第一 他就等于一切 他的 咱们这个平方 足球是比较 需要团结一点的 然后但是 对立的项目的话 我和中国还是比较幸运了 我们那时候 已经有反抗能力了 这帮小孩 十岁不到 他怎么反抗 挨住 怎么虐待他 他总统反抗 教练打他 他不敢反抗 家长还要揍他 他回去跟家长说 家长还要揍他 你说这些小孩 哪有活路 你以为刘国梁 你以为刘国梁 那在八一队 不光乒乓球队揍他 连我们都揍他 只是我不揍他 就是我们队友 叫方文龙的朝鲜组 因为刘国梁 都不陪他打乒乓球 因为你想想 刘国梁陪我们 打乒乓球 怎么打 是吧 你妈呢 他心里活 而且是吃完饭 回来 人家都要休息嘛 大家 但是方文龙就 在阳台上看见他 看见他 上来上来上来 因为我们都住一个楼里面 我们住二楼 那平方球队住五楼 他必须从这个楼道里上来 那他叫你上来 你不上来 他在那 他你妈感觉在揍你啊 问题是 没法跟你打 我们都有的时候 都不拿平方球牌子 因为在队里 谁还不可能拿平方球队的牌子 我们都拿着拖鞋 你妈呢 你就在拿着拖鞋 陪着方龙打球 刘国梁 他那妈不打 真揍他 因为他也小 是吧 平方球队本身也不敢打架 是吧 那最后他们都会被这种环境里面最后成长起来起来的 你想想他能不人格扭曲吗 他不能不心理变态吗 他能不最后成为人上人以后他来去奴役去弄别人吗 这帮孙子不都是这样吗 这些小人都是人 最终 是吧 他 像孔明辉他们一块 七个队友在大连玩一个小女孩 是吧 这都是人 告诉我在相隔离了 是吧 这些孙子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从小成长起来 最后所谓你们能看见 站到奥运舞台上 世界的舞台上得了冠军以后 所谓的荣誉 所谓的金钱 有了的时候 他们干嘛呢 不就是吃喝嫖赌摇头吗 他们还能干嘛呢 是吧 你以为那些女孩子都干嘛呢 那平方球队女孩子抽烟喝酒 打胎子太多太多了 是吧 他们从他们的 什么曹燕华 怎么开始 他们这些人 从李福荣 就学习上 他们开始一代一代的 你们不要以为 过去怎么样 现在 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改变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从 体工队通 把你从那儿走过来的 现在可能不需要 这个叫运动员出去 买宵夜了 这是因为现在有外卖了 但你就像海东刚才说的 你现在也一样啊 就所谓的不叫体工队了 改了个名字叫体育局了 各个省的体育局 运动员 叫体育学院 体育学院 那是有些省 他是怎么叫体育学院 其实就是 体育局 其实都是体育局 只是体工队改成体育局 他妈换汤不换药 有些有些叫体育局 有些叫体育局的话 他其实是原先的叫体委 体工队只是体委底下的一个 一个那个 之一 你像我们体工队就分 一大队和二大队 二大队是水上项目 一大队是这些 陆地项目 所谓 八一队嘛 就在洪山口有一波 对吧 完了黄寺有一波 游泳前进 有自行车 在我们这边呢 就是竹篮牌 什么这些 是吧 你想想 这些从小被奴役的 那个王涛 打平方球 王涛 牛逼 他就是经常让 小队员去替他买东西 他妈还不给人钱 别人告诉我 东哥 这边王涛操打 所以有了 刘国梁孔令辉 蔡振华连手 把王涛给干掉 那王涛呢 平方球打的 可比刘国梁抢多了 对吧 这个东西 都是共产党体制里面 你们看见的 是吧 他们 去奴役人 去这种利用体制 召见人 是吧 国动也是深有体会 就是我 高天 高天 抱歉 答了一下 就是我 可能是年代不同 但是您说到那些 什么精神病啊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在 你们训练时 有没有什么 那个年代 有没有什么心理的 心理医生 或者是指导 关于这方面 我告诉你 你永远都不明白 运动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这根本 就像你 现在我们要给 开启明智 因为爆料革命新闻国 联合七哥说的 你们了解了真相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 所谓的专家 为这些心理医生 什么纯属扯淡 心理医生啊 是什么 癌症症就给你治好病了 那还有心理 那个年代 还有心理 你说 你刚才讲了 他那个 从这么大小孩 平常就是 十多岁 他面对的 净重压力 因为他如果打不好 没有成绩 拿不到成绩 他就面临着分配 这个对一个小孩 你说他面临这个压力 是多大 巨大的压力 就总共改变人生 这个命运了 因为我这个成绩 这场球打不好 或者教练 为什么教练 弄权威 权力那么大 教练 如果得罪教练 不听教练话 教练 直接把你开掉 你开掉 直接就成为社会 现在人员了 你想想 十多岁的孩子 就面临这样的竞争 和对手的竞争 和队友的竞争 还要随时考虑到 你也要下航 随时下航 你下航 但是你如果进入这个编制内 在编制内几年以后 转业是干部分配 我们那时候是干部分配到地方 可以选择 这个单位像外贸 区务 银行 都可以选择 你完全是两种 这个坚然不同的人生 就是因为一个是教练员 这个你还要 真还真是要有点自身 有点能力 当然送礼这个也是有了 我们那时候 我那个队友 说不好听了 那就是队里 二十多个球员 他要家里 他母亲是倾倒 一清局关啤酒厂 那个应该是一清啊 组织部长 我记得很清楚 人家家里就有这个 一拉罐清到啤酒 人家这个过年过节 只要办事把这个啤酒送上 人家不管什么 什么好事都能 就拉不下 该 就是我们 分配 他分配后边是干部分配 出去了啊 包括 当年88年 我们去一趟 赫尔辛基 他就是因为 和教练关系好 我们有一个队员 就给拿下来 这个大家都亲自注明 其实你想想 那时候 那么小 对另外一孩子 多大的伤害 那时候 上场欧洲啊 林林 我问问你 这个东西 心理医生有用吗 而且心理医生 多大的时候 给你做心理辅导 我告诉你林 我们 不是后来都说吗 国家足球队 足球队心理不行 我们都请了 心理医生来过 这帮孙子 给他妈一个表格 完了让你填 你妈的钱 都是你打钩 打岔 我操他收回去 那你妈人有病 填自己 你妈杀人犯 是吧 你吸毒 对吧 不会吧 都 捡那些差不多 有利自己的钱 那钱完了以后 他拿回去看 看完了以后 他在那 得不得不 一段时间 做个评估 做完评估 他在那 得不得不得 我问问你 你认为心理医生 有啥用 我训练不好 被别人揍了一顿 我本来应该上场踢的 因为别的教练 别的队员 他们家送礼了 我上不了场了 我就问问你 你怎么输到我 你怎么有心理医生 你哪天有的心理 你怎么来去 是吧 你们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共产党给你们洗脑的 你们以为的以为 说啊 我们什么成绩不好了 是因为这一位 那一位 从来没有人说 这他妈体制怎么回事 你以为老外 他们大小都有心理医生吗 你那妈帮他扯淡吗 梅西 马拉多纳 多纳尔罗 鲁里尼啊 什么这些 他们都有心理医生 你 我问问你 你们考试你 比如说你的专业里面 最好的人 什么那些 家里面都有心理医生 从小就给他心理医生 营养师 按摩师 这些 有吗 对吧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根上的东西 如果大家没有认识 你不灭了共产党 没有这个体制的改变 当然我没有说 西方所有的这些都是好的 我只是说相对 没有一个国家 有个别啊 这些独裁的 哪有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让一个十岁八岁的孩子 离开父母 离开学校 离开社会 他妈的到一个地方 就去干羽毛球体操 游泳 跳水 踢球 扯淡了 完了 而且你在过程当中 如果你没有达到教练员的要求 你就被分配回家了 我们80年进队的队员 你看见的郝海东 江津 王涛 上青 什么这些 缝缝的 还能踢到职业队 还能到过国庆国 我问问你 王国刚 李建军 熊国元 李伟民 哪去了 你们知道吗 方文龙 南文兴 包括曹军 哪去了 人哪去了 这是我们从小 80年进队的 所谓的 1116 你们的人呢 他们都被分配了呀 88年之前 15 6 16 17 18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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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踢的当时 可比我好 是吧 这些人哪去了 东哥 突然想起个事 突然想起个事 那个 那个 塔公民兄弟 还在吗 在 当然在 你没在框里 没有忘了 对 没在框里 差点把你给忘了 突然一下看到 兄弟 这个 对比一下 你看人家 日本孩子 日本 日本 哎 行 塔公民兄 先行 哎呀 日本的孩子 就是 兴趣嘛 就是大家愿意 有人愿意 比如说 我就 我跟你讲 我们 我那个什么 我女儿 小学的同学 同班同学 跟她做过同桌 她爸是日本 原来橄榄球 国家队 后来小学 毕业的时候 有一次 说每个人 秘密 我父亲曾经是日本国家队的代表 很普通那个人 我见过 现在在丰田汽车里面 工厂里面 做一个中层管理人员 管产线的 很普通那个人 就是说 他儿子 人家也不玩橄榄球 别看他爸是什么橄榄球国家队 他喜欢踢足球 踢足球 就去哪 你愿意踢足球 踢足球 还什么 我长大的 什么 给我父母 弄个什么 花钱买个房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小孩子踢球 我喜欢踢 我就踢 我喜欢就 打篮球 就打篮球 喜欢打棒球 每个星期天打棒球 今天出去我还看见了 一帮小朋友在那打棒球了 日本打棒球 棒球选手多难当啊 棒球是日本 工资最高的一个项目 但是基本上 一万个人到 差不多一万个人里面有一个 能成为棒球职业选手 你说那大部分人 大家都干嘛去了 从小练棒球 练得很辛苦的 夏天三十几度 在太阳底下练习 那些人都去哪去了 那都是跟我们一样的 普通人 能打 人家就往下打 不能打 该上学上学 该那什么 该工作的工作 愿意去当业余教练 当业余教练 对不对 很多人 小时候打完棒球 虽然没打到职业队 但是人家 就学成绩上没落下来 人家上了大学以后 包括 甚至 可以到公司 去当公司经理 对不对 日本有这样的 日本大公司经理 还有人可以去当律师 还有人可以进入国会 去当国会议员呢 这都有的 这根本 两回事 真的 塔古米 这一切都是讲到根本是什么 体制 是吧 我给大家讲讲 我们在西班牙 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世界 让中国的老百姓了解这个世界 是什么 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在人家西方民主社会里面 这是我亲身的经历 就在我们身边的 一个开超市 就在我们鸭子小镇上 开了一个小超市 两个儿女 儿子女儿 全读国际学校 第二 有开餐厅的 儿子已经 当然人家现在更有钱 到了别的国家 是吧 开始打羽毛球 已经六岁多 已经打过 他们在的那个国家的 奥地利亚什么 七八岁八九岁都打不过她了 女儿 已经拿了 维也纳的区的弹钢琴的冠军 就是 我讲的是中国的最普通的 还不是城市人啊 所谓的都是农村户口了 一些什么这些四五线城市的 这些人最早来到 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来到这儿 打工 开个餐厅 开餐厅的人跟我讲 都说东哥 我们在西班牙 已经好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 就开两家餐厅了 孩子都读到了 就是联合国的给这些子女的学校 一个开小超市的 两个孩子上国际学校 我就问问大家 就像这些普通的人在国内 他妈的他甭说读国际学校 两孩子 他们能不能读得上中国的 所谓的这些什么 史家普通小学 北京小学 我就问问大家 一个国际学校在中国 没有十几二十万 你就别想 一年啊 学费啊 不算别的 你们知道吗 就是老百姓在中共里面 你没有机会活出来 你的自我 你的尊严 你没有一点的机会 因为这是我们曾经 精神经历的事情 都是我自己 是吧 我跟活动 小一 我们自己踢球 自己生活 自己的人生 我走到今天五十多 你想想 我十岁就当兵 有军灵了 我在这儿看到了 体工队 所有一切的成长 告诉大家 那就是人间地狱 只是你们看见我 将军 你们看见了 那都是 国家队最好的守门员 就被判了 都那么五六年 是吧 当时唯一就是 因为 很多 这个都 分配 粮票啊 什么的 很多 比如农村的人 他们都 可能所谓 吃不饱饭 什么的 然后 为什么 大家都努力 要到城市 一个 它能多分配点 还有一个 像我们进了 起工队 我们正式进队的话 我们就有 有工龄 有工资 所以大家 就是 能要进来的 这是一个 解决 以后 后顾之忧的 一个最方便 最捷径的一条道 所以共产党 我告诉你 你今天看见我 坐在这 你们看见我 为什么 是因为我打出来了 你以为我不是踢出来了 你以为我踢球踢出来了 我80年到81队 10岁 我跟方文龙打架 那时候拿刀的 当然水果刀 你妈手都给砍开 你懂吗 你得打 你不跟他干 他那么欺负你 我讲白了 我怂 我被他打 我就会被冯锋打 我就不会李维打 我就会被上青打 我就会被王涛打 打不打得完 永远 我10岁 人家都13、12 我14岁的时候 跟曾益泉打 曾益泉17了 我拿铁钳给他打 中哥 再停下 你把五少祖 给咱们足球队尽兴兴 先把那个尽兴发出来以后 发出来以后 请咱们这个董事长 叶董事长 给足球队尽兴兴兴 东哥咱再开始 对 就是看看 回到足球队这样 平方球队 有老球队 是不是比较好吗 对吧 人家这个从小叶那边 他们的女队员 包括他们教练 怎么眼中的足球队员 是个啥玩意儿 这个来 帮帮那个表扬点 谢谢 帮帮 那个一个简单的一个 就是五少祖那个 简单 就是那个四部 五少祖三十年前 就是在那个 洪山口会议 当时就 不是 不是这个另外一个 只有一页 一个单 不是这个 就一页 就一页 是那黄金刚好新的 好好好 谢谢 对 对 对 你看 另一页 你帮着念一念 好的 就是麻烦 他可以打开 我这边也没有 谢谢 我看一下 他这个 我也 我这边也没有 他就说不团结 不谦虚 不刻苦 不努力 对对对 是啊 好吧 郝董已经念完了 我都 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 就这四部分 他只是说 洪山口那个 三十周年会议 在 在即吧 然后他就评价 说 中国的体坛 现在 足球 职业足球 现在有个四部 就是 郝董说的 这个四部 然后他对于他评价 然后说不够团结 然后不够谦虚 对 咱们 啊 就没拿过 拿过这一篇 纪律散漫 好 来 学习学习 来 总结一下 这个足球队 试着什么样的存在 训练 训练的最少 那个十二分都好不了 就是反正 不是光 这个在国家队了 你在反正印象当中 在 浙江队的足球队的 好像给大家的 这个体工队的 这个 其他队的这个 印象好像都不怎么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 是怎么了 就是 都是 好像都是 是有这种传承下来的 给大家的这种 一代一代的这种印象还是怎么了 反正 好像足球队都是给人家印象不太好 我也说不上来具体的怎么跟不好 教练 还有教练 你们教练对足球队的评价是啥情况 我们教练 他倒没评价过 不光是在省队 还是在国家队 好像都没听过教练评价 我在省队是肯定 人家不会当着我的面说 这个足球队怎么怎么的 因为我爸是足球队的吧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 他在浙江队当过一段几年的 这个守门员的教练 所以没有人跟我说 足球队怎么怎么不好 没有 我讲我们那个 平凡球队的 射箭队的 还有一个 包括天井队的教练员 跟女队人讲 不准去和他们交往 而且严峻去他们的房间 把我们当流氓 当队一样防着 对对对 这个好像是有 因为好像大家都感觉 足球队的人都比较花心 就是要跟那个 泡小姑娘什么的 就好像是有这种 这种这种印象当中 好像是有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都觉得 足球队不好 不好离他们远点 好了 东哥 现在就叫你 这个天同 你看不谦虚 不团结 不严格 不靠谱 这都 哪给哪 这个不谦虚 怎么和咱这个重拒 你把上钩啊 这个不谦虚吗 你十二分钟跑不了 你还 这个 一直在说 是不是 不谦虚了 我态度很好 我十二分钟就能跑三千二 这个 就像这些 所有的 出来的这些 新闻报道 完了以后 他针对的 某一个行业 某一个项目 某一个人 所有的都是共产党 这帮孙子 有意而为之的 这帮孙子 因为他们深人 人性 人心 是吧 我就说 我为什么刚才讲到 我说 你以为我是踢出来的吗 我是打出来 我如果不去反抗 不去跟方龙 这个 这个什么 曾有权 打架 不是最后 欺负死 你 所有的心理医生 都没有用 我被打了 你想想 你在场上 还怎么 敢过人 你怎么还跟他们对抗 是吧 而且 我不是一天在那 我们俩天天住在一个房间 大家在一块 一个队里 吃喝拉撒睡 还不是一年 十年八年 如一日 我就问问你 你他妈还有发活吗 什么心理医生来 你也得会弄成神经病 对吧 要不被别人吓死 要不最后 你所谓挣扎出来以后 你再欺负别人 你又成了他妈的 另一个的这种 是吧 魔鬼 魔鬼杀了魔鬼 自己成为 对呀 你想想 我如果 但凡我 他妈心 稍微的 有点操蛋 把一队 这所有在我底下的 我从 88年开始 我就上了一队的 以后 慢慢我就 成牛逼了 他们这些人 没有一个 青年队的上 他们再上来的人 包括什么大连带人 孙几海这些人 国家队 李铁这些 少嘉一 他们连他妈的一个机会都没有 他们会死得很惨 被扭曲的 因为有了我 我很公平公正的对待队里面的这些 我没有凌驾于对归之上 所以他们还能慢慢的踢到正常的人生 如果我坏 国动应该都知道 老队员 加上他踢的好 加上他有权力 加上他最后的职业化 加上他有了名气 他可以操纵操作很多事情 就像吴少祖 他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的说 国家队什么足球 不谦虚 不团结 不努力 不刻苦 因为他讲不了别的项目 为什么 别的项目有成绩 所谓的有成绩 他就可以遮羞 他就可以保他一命 你别以为吴少祖是干体育的干人 人家是将军 所以老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有很惨 吴少祖 那都是 跟红苗正的红二代 人家他爹都是扛着 电台的长征路上 那都是给 中共给老毛的 那都是弄密电码的 发报的 吴少祖的 你以为他是国家TV主任吗 人家是哪一个的少将 那是将军 谁的秘书我忘了 是王震的 还是念荣真 还是谁的 我忘了 一个军队的最高的高级将领的秘书 他是后来到了国家TV 为什么国家TV都是这些人在当 因为最早的国家体育是人家贺龙家 是贺龙 贺小明 人家管的这些 因为他当时他在那个总局当这个主任的时候 那时候他应该部队那块他应该都还有那个待遇呢 他没有退 他就是现役 人家不是退 人家是他妈现役少将 吴少祖 完了是国家TV主任 你们以为呢 对 因为当时我们有一年 他邀请我们去他家过年 所谓的 然后李永波就带了我们几个应该是董九孙俊 然后我就五个人嘛 顾俊 葛飞 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 就成绩好了 你拿不了冠军的他才不干一句 这帮孙子共产党 打小他们这些孙子就这王八蛋 老外有可能吗 小孩打比赛都会有讲 都会一块 你不可能让人家一直坐在那 对吧 都轮着上场 输了都输了 对吧 人家不会为了赢 他妈的 所谓的全都是什么主力在改年 对啊 然后去了他们家 就是还有秦务兵嘛 当时咱们不知道 反正知道有秦务兵给服务 但是也不知道 他是有部队的 就搞不清楚 你们要知道 中国职业化 所谓的红山口会议 是在我们八一队开的 是吧 老外你们想想 他妈的一个体育项目 一个足球的项目要职业化 他跑到他们八一队去 跑到一个军队里面开会议 你们不想想吗 这里面为什么呢 神经兵啊 跟军队有啥关系 如果他不是部队的话 你怎么可能你去 什么借个部队的地方 部队谁会管理 谁会无缘无故 你跟地方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东哥我先讲讲这个啊 小爷我对这个不谦虚理解啊 这帮孙子说这个不谦虚和咱们这个成绩不好能挂上钩 你要比方 来了球了以后 来了球我要准备设计算盘 我一下看到东哥了 东哥这个球你设比较合适 你力量比较大 那叫谦虚嘛 是吧 东哥一下 他顾米在这个位置上比较有把握 他顾米太强 是吧 你力量三千互相要张一下嘛 是这个意思吗 啊 就是这个不谦虚 对咱都求这个 我这查谷歌查出来了啊 怎么叫不谦虚 对吧 互相谦虚 是吧 咱谦虚完了以后球找不到了 对吧 比他长长 啊 这就他们 他们就总结出了这个不谦虚 他顾米兄弟啊 你总结出了这个不谦虚 你怎么理解呢 啊 这 你一看 这个皇家马德行 我说你这个孙子 你现在还搞 还好意思在这说足球 你好意思吗 对不对 那就不谦虚 是不是这乱七八糟的 我就问足球谁管呢 是不是你们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你说谁管呢 是不是你国家体育会管呢 啊 你说人家不谦虚 不刻苦 不严格 你们没管好啊 没管好你应该负责任 你们为什么管不好 对不对 你们责任在哪 你好像是找人底下干嘛 你的公司里边 你的员工没干好 我就找员工 当然找你领导了 你怎么管的员工啊 你公司倒闭了 是员工没干好 还是你那领导那领导好 你自己说清楚 对不对 你CEO不滚蛋啊 我还给你发工资 这不最简单的道理嘛 对不对 皇家马德行 不敢说这个问题 所以就把东西全部推到了足球运动员身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共产党的恶 是吧 他们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 替罪羊 对吧 这些东西 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不认识到本质 它的根 你们永远都是缴合在这个技术 战术 体能 排兵布阵 教练员 运动员 不是的 我真的跟大家讲 跟他妈这点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因为它的根本 是要有土壤 环境 时间 专业 行业 这些东西是重要的 最后了 那些细节 那都是很小了 到了比赛场上 再讲别的 我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像国栋他们 我们比赛 你想一想 我们的比赛 咱先不说职业话 那个职业话以前 咱先不说 职业话以后94年 是吧 到2004年 我踢了10年 OK 在这10年当中 那像国栋他们 在每一个队 都会跟白云队踢 跟大连万达踢 跟我们踢 我问问你 那你去针对 我们 他们看路项目 他们也团结吗 他们也认真吗 他们也刻苦吗 他们呢 是吧 也谦虚 OK 那你来赢我们吗 是吧 你看那么多录像 你研究了那么多 是吧 你把我们限制住就完了呗 是吧 你不让光丰去启动 你不让他射门呗 你不让郝宇东 去强点呗 你不让他射门就完了呗 你把他限制住了 你天天可以看路项目 你们谦虚 你们团结 你刻苦啊 你好好练啊 对吧 你怎么都 天天看梅西啊 天天看黄家马德里 天天看巴西队 你怎么不把他限制住 他不就是一晃 一听 一捅 一射吗 这很简单吧 你们去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懂 他们认为 刻苦 谦虚 认真 团结 所有的这些啊 就能赢 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赢 你如果赢了 哎 他就说你又刻苦了 又谦虚了 又那个了 刚才国动说的 他妈的谦虚 足球 每一个运动项目 没有人谦虚 我他妈谦虚了 我就成你妈的 就不是冠军了 我谦虚啥 啊 你先打 你厉害 你赢了吧 你赢了吧 啊 我我第二行吗 哥们 你看看 行吗 不行 我第五 对吧 你他妈的不是扯淡吗 你你什么叫谦虚 是吧 这一切的一切 这里面都他妈悖论 是吧 他们的逻辑 为什么在共产党里可以盛行 因为没有反对意见 像我们这些人 我怎么来表达 我跟你们讲完了以后有用吗 啊 你们说的所谓的贾尤权牛逼 他在八一队 他三十岁的时候 他就当了教练了 他不敢回来再提了 对吧 我二十四岁 我们都以波尔来别抱大几岁而已 为什么 他欺负不了我们 是吧 我们可以反抗 所以有了今天 如果不反抗 我敢站出来吗 我问问大家 我不是从小跟他妈方荣 跟曾一权打架 我他妈的赶 我打输 没问题 但是你要跟他干 对啊 你不 跟他有反抗精神 你永远是 你说这个有反抗精神 这个孙子 总结咱们第二条部团结 足球队是在体工队大院 所有体工队大院 只要有足球队 足球队一定是老大 在这个整个体工队大院 一定是老大 咱们就刚知道原来什么武术队 什么散打队摔跤队 都不敢和独球队打仗 是不懂啊 哪个队敢和 而且他们这些散打队什么武术队 偷竟挨着肚子 不得找咱们给他们解决问题啊 他们能和独球队搞好关系 他们很有面子 咱们是老大 对吧 就是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功利的东西 就是说他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不成立的 因为他不懂 所以他就拿出来这些虚幻的东西 给你个名头 他妈的他都没有话讲 哎 球到哪 你应该到哪 是吧 所谓的不团结 我跟大家讲 什么叫团结 什么叫不团结 什么叫他妈扯淡 团结 我们团不团结 我们下过警察的枪 你说我们团不团结 我问问你 他不必 你都不相信 我告诉你啊 我们下了广州 东莞的警察的枪 因为那天是去跟广州太阳神 在广州大比赛 我们的车 当然是头一天的适应性训练 我们坐在那个面包车 走走走 一下跟警察冰上了 冰上了 那个警察他妈的 不知道怎么了 他不是广州的 东莞的 还拿出枪来了 嘿他不拿枪也好 拿出枪了 我们开车门 上去给那边的枪给他 躲回来 不是五四啊 六四 我靠 别弄了 赶快吧 走了火 我们拿着警察的枪 就到了场地训练去了 那帮人 后来 开着车啊 警察啊 这个不用我吹牛逼啊 东莞的警察 你们去 想想 这些人都还在啊 你们 为了 是不是过来 为我们把枪 求我们还给你 因为你不还 卧槽 这是大事 是吧 你警察把枪丢 对吧 这都是 你说我们团不团结 这叫团结还叫不团结 对 扯淡 跟他妈团结 有啥关系 是吧 最团结的就是独球队 你看 篮球队 两米多了 没有用 建了独球队 都得老老实实了 你弄切柄呢 一百多公斤呢 现在咱也叫大哥 对吧 就是所谓 那些水晓队的 全国冠军 全团小弟 这个不是吹的 真的 全跟咱 湖边混啊 那时候在起工队啊 对不对 就像为球打架 是吧 也是为别人打架 屁股被砍 二十多刀缝针 是吧 缝一百多针 缝一百多针 屁股上边两个拉链 一百多针 最后了 我就告诉你 真的就是有点 就是可笑 就是共产党体制里面 谁最后黑 谁最后能打仗 谁最后不要命 所以不要脸 谁最后耍流氓 最后真的 我都不告诉你了吗 哪有什么黑社会 是吧 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黑社会 我们当时就是 各个体工队的 足球队的 有一些所谓的 就是咱们成堆结伙了 是吧 出去打架 最后大家都混社会了 正在大连 你去问问 李明跟周庭 都快打起来了 大家都要拿枪 所谓的 你说最后都唱什么了 是吧 我就说你们这帮孙子干嘛 别的冒充黑社会 社会不应该是这样 但是在共产党里面 你要记住了 如果你没有这些 你最后真的被欺负 是吧 最后被逼的 最后我们冒充了黑社会 都成了黑社会 他妈的最后 对吧 你妈的青岛 是你妈的青岛 北海舰队的 对啊 对啊 人最后都问我的那些 唐辈啊 什么 听说你哥哥 都是黑社会 在大连 什么的 是吧 都把他扯蛋 就是整个的 他这种体系里面 给你的最后的说 谁不要脸 谁黑 谁流氓 最后你成了 你看啊 他们老说 不要跟足球队的在一块 你们不要去那个 为什么那么多的小姑娘 来去跟我们好 足球队 那体工队里面 所谓的长得漂亮点 有点姿色 都跟了足球队 所有 所以才有了教练员 老是跟这些 女孩子说 你们不许是 这个 这个找她们 你们不许是 最好的关系就是 平盘球队的 不管男队员 男孩女孩 和足球队的关系 是最好 和足球队关系 男孩 关系好了 不受欺负 这个把关系 搞好关系 是吧 而且 长得漂亮点的 都跟了足球队 你看八岳队 刚才讲到体操队 体操队里面 有一个 是演过 这个 有个少林小子 里面有一个 很漂亮的女孩 那都是体操队 她不是少林寺 少林寺之后 又有一个 叫少林小子 那都是原先跟朱波 跟钟云月 都是 都是跟着足球队 那你说 足球队这帮孙子 大家是 我们都成流氓了 那那么多小姑娘 为什么 流氓气息 不是 这些东西 是有一些 不服从管理 主要是不服从 他们的管理 我们就成了 他们所谓的坏人 但是 人民 群众的眼睛 人民的呼声 人民的选票 是血量的 他们最后 去到哪都选了 对吧 那朱波 最后的老婆 这是 这个这个这个 旅游会 那都是很漂亮的 网球队的 是吧 你看 那 很多体工队里面 长了很多漂亮的女孩子 都找了足球队 他可不是说 这个这个 因为你共产党说 你教练员 别的对我说 说哦 这些人 你不要去啊 不要去理他们 离他们远点 最后他都 找了足球队的 那为什么呢 是吧 他不团结 不刻苦 不谦虚 一身的毛病 那你为什么还来 去跟他好呢 这里面 大家想不想 你 共产党 这些 尤其是职业化 开始以后 随着曝光度啊 随着各方面的 这个这个 更加的 这个 他们的 这些我们的 整个的 这个这个 职业化以后 更多的引来了关注 很多 你们说他不好的 反而很多的 所谓的 女明星们 是吧 很多人不得也是 找足球队的 他那么不好 是吧 那这些人干嘛 那 那共产党 他就给你洗脑 就要弄假想敌 就要有一个 替罪药 因为他们不能 把这些 火烧在了这项 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上 他们的体制里面 他们不想 红山口会议 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最后 李铁英他们决定 说反正足球 也得不了冠军 又一个队这么多 养了这么多人 不如搞点单向 是吧 这个把集中力量 推向市场 把他推向市场 推向市场 足球就 他妈这样 他妈自生自灭 推向市场得了 才有了 红山口会议 最后没想到 歪打正着 推向市场以后 受欢迎程度 群众基础 大家最后 有一个职业体育了 我个 虽然是美职业 但是 他在市场上 让老百姓 有一个寄托的东西 有一个发泄的出口 那么才最后 慢慢的有了这些 这帮孙子开始 弄脏水啊 一有点什么 最后把足球 递了出来 是吧 说他们不刻苦 不谦虚 不努力 这个就是 整个的来龙去脉 到今天你们看到了 你们不要以为 中国足球 现在开始越来越臭 羽毛球一样 乒乓球一样 一切的项目 都会随着 你的中共的 越来越 这个这个 操弹 你在各个项目上 都会成下 下降的趋势 你只是说 你的专业程度更高 国外的这些 职业化程度低 你占点优势 但凡别人 稍微好一点的 你都会越来越差 包括他们的羽毛球 已经现在可以说 从他们开始 往后 不可能 就是说 就像足球 平了新加坡一样 就是很多 现在你们的 女单 男单 都很难进挂军了 这在中国羽毛球 历史上也没有 对吧 过不了几年 新中国联邦的新秀们就会出来跟大家见见面 那肯定 就是你有土壤了 就像我们这 一个单向 它更好弄 它有一个人就行 对吧 你不像足球 你可不是11个人 我跟大家再说一遍 足球可不是一个11个人的运动 它是一个整体的行业的社会的个东西 你以为它是11个人吗 不可能 是吧 这个羽毛球 羽毛球这个不一样 你一个人打他好了 你就赢了 对吧 你这个足球可不行 你11个人 受了伤的 是吧 替补的 完了对面的 你可不能光跟 这对面11个人踢 是吧 你不可能 是吧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东西 所以 羽毛球这个 相对来讲 未来你们会看见 很多有天赋的孩子 是吧 我们给他土壤 那么像小叶这种专业的人 小时候的 从卧拍的开始 教教他们以后 他们未来一定会你看到新中国联邦的这些孩子们 那会有一些突出的苗子 会展示给世界看的 真的 用不了五年 十年 十年以内 五年以后肯定你会看的 八年吧 你会看见这些孩子们 我们新中国联邦的孩子们 会有 包括战友们 包括支持我们的人 他们的孩子们都会 这个这个这个 展露头脚 叶小林刚刚有话要说 哦没有 就是 但是我就 我就觉得 好像用不了几年 孩子们 还在成长当中 这个共产党已经没了 这个东西管它没不没 是吧 咱们干自己的 是啊 专业的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给大家所有的这一切的我们要说的就是 你共产党没了 我们也要告诉你一些事实的真相 是吧 让老百姓更多的了解 共产党曾经的恶 多哥再打算一下啊 我昨天也查了查谷歌啊 咱们中华民国是1931年加入了这个国际组联啊 1931年加入了这个国际组联 就是三年之间 三年 正好三年自然在 1958年退出了啊 就摸 这个摸 摸腊肉 对 并在1979年文化大革命以后 又加入了这个 又加入了这个这个 国际组联 这中间 多少年啊 20年啊 58年到79年啊 21年啊 这帮孙子 这帮孙子耽误 就是咱老爷子 咱老爷子要是说 那时候 文化大革命 咱和老爷子 永远也是国家队了 耽误了啊 没问题 这绝对是国家队了 耽误了啊 把咱老爷子这个职业松压给耽误了 你看 你重新加入这个国际组联 1984年 拿了 拿的是亚洲 亚洲杯第二名啊 这才占占了五年啊 你想想 再接通了二十多年 文化大革命 咱一出来以后 直接就拿 亚洲第二名 84年 那么 2024年 这个中国他们 那是第二次拿亚洲冠军 在这个期间 第二 第二 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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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两个第二吧 对 2024年第二名 亚洲杯 对 亚运会拿过一个 亚运会拿过一个第二 是吧 黄岛亚运会 1994年 对吧 这就是 这都应该是 就是八次和九次 和2004 这是两次是职业化以前 那么女子啊 女子没有职业化以前 1996年 亚特兰大 亚军啊 这个是进入了决赛 决赛和美国 中套终夺这个 关爱军的事 输给了美国 1999年 世界杯 中国啊 第二亚军 这是女子 女子啊 你到现在 咱们女子独球 现在从啥模样啊 原来那时候赢日本 小日本全在挂点 起码五个以上 六个以上 现在和日本怎么贴 现在职业化 男子职业化 女子 什么女超 中国女子 超级职业超级连战 也开始了 截止到现在 二零二零二零二十了 咱们现在排名已经是世界第八十八 全世界八十八名 在亚洲排到第十三位 是这么一个 是这么一个 位置了 好 我就说说说咱们职业化以前 咱们那个 足球是个傻水瓶 到现在是个傻水瓶 对 这个就是 鲜明的对比 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职业化以前 跟职业化以后 跟全世界 真正的职业化 你会看见他们的差别 你可不要以为 中国足球是因为职业化以后 他差了以后 成绩差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是根本的区别 要给大家 开启明智 要给大家讲清楚的一点 就是中国是伪职业 别人老外是真正的职业化 市场化 中国可不是啊 是 政府操纵底下的 所谓的房地产的联赛 的职业化 老外 国外可真正的是 市场 不找市场 真正的市场化 真正的职业化 女足一样 当你用你的专业 赢人家的业余的时候 你可以打日本5比0 当日本也开始职业化的时候 不管男足女足 男足比你只是早一年 93年 咱94年开始 人家一样可以赢你3比0以上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共产党操纵底下的 掌握底下的 掌管底下的 所谓的你的不团结 不努力 不刻骨 不认真的情况底下 你会越来越差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市场化 职业化 那个 日本足球 西班牙足球 英国足球 女足啊 真正的女足 水平最高的时候的 所有的代表是美国 为什么 美国是因为 她的这个体育 她从这个体育开始 那么女孩子从事的很多 她也很早 所以她们当时 对啊 只有中国和美国女足 可以相抗衡 因为什么 因为当时全世界 没有几个国家开展 女足这个项目 你们知道 那你们说 伊朗足球赢我们 那伊朗有女足吗 伊拉克有女足吗 阿曼有女足吗 是吧 一共女足 全世界没几个队 那么你是专业 你十岁就把这些孩子们 董秋燕 他们就开始踢 是吧 曹平 这个就 崇者渝 当时第一任的 国家队教练 开始 女足 问题是当时 女孩子 在日本 人家没有 一共可能找不出 十个人踢球了 你 83年 84年 大姑米 你查查 日本女足 有几个人踢 日本 日本女足 你别说过去有几个人 你到今天 你看看有几个人踢 今天都没有多少人踢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共产党 你这种体制土壤体系 这个草蛋 就是你 把好好的一个山河 国家 民族 人 都给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最后你说我们人种不行 就像孙姐好 朱小庄 这些 忙八蛋 愚昧的人 他都说一个在英超都踢了一百多场的人 他告诉你们我们东亚人的人种不行 是吧 这些人 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你想想培养出来多可怕 就像这个 呃 骑自行车的人还多呢 但是你真正 你还把什么 你能拿冠军 对吧 他都是两个 就是我们所有给共产党的逻辑里面 被洗脑 个傻子 告诉我们人多 十几亿人 我问问你十几亿人 有几个人 这个踢足球 对吧 你是足球人口 你不能光拿人多 是吧 你让人多 对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人家 日本没几个人 踢足球 但是人家这些孩子们 真是喜欢 那是热爱 那咱们这些孩子 都是被家长逼的 都被一个社会的环境逼的 然后再去 要多挣钱 给家里买房子 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们都扯掉了 对 才去从事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碰到 一旦碰到困难的时候 这些孩子就心理崩溃 精神崩溃 会受到很多外界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影响 包括 家里面的给的 这种压力 我问问你 林 你说的心理医生 我就问问你 当我们打世界杯外围赛的时候 97年十强赛的时候 当这些领导们来开会 武少祖啊 武少祖说的这个四步 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啊 我们97年十强赛开始 他跟我们开会的时候 就说我们不团结 不和武努力不签约啊 这是他第一次讲啊 是97年 完了以后说的 这些 呃 我们要 呃 两耳不闻 窗外事 一心只想世界杯 啊 这都是武少祖 就今天讲的 完了以后 就是当我们 在打比赛的时候 当我们 面临 输一两场球的时候 当我们 可能小祖出不了线的时候 还没有完全打完的时候 领导们开会 都跟我们怎么说 王俊胜 说这场 我们客场跟沙特 你们别打水了啊 就这意思 别那么输 3比0以上啊 如果你们 踢成这样 职业联赛 想不想搞 啊 你们怎么会 搞个屁 职业联赛 对吧 都取消算了 我就问问你 林 比赛都还没开打呢 领导都讲出 这样的话来 我问问你 什么心理医生 来解决 啊 你有心理医生 啊 当时 沙特客场 他们所有的人 就开会 这意思 别输3比0 别输5比0 我打平都算赢 还甭说赢了 是吧 他们这个 1比1 他们可高兴了 这个是 对吧 我创造的点球 我进了一个 如果我创造点球 罚 三支一罚进去 别忘了 98年 我们就法莱西 小组第一 我们就出现 97年 啊 我们小组 当时有伊朗 沙特什么 我们小组第一 如果客场 三支一 那上 进了 我们就小组第一 因为出场回去 跟科威特 我们1比0赢 我们是小组第一啊 而不是1比1平了 我们小组第三 大家要知道 从第一场 一直到倒数的 第一 这个前一场 我们还有机会 以小组第一出现 就是再不计 主场 哪一场 是吧 我们还都用小组第二 打附加赛 但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孙子 就开始了 真正的 没有真正的市场化 没有专业程度 没有这种氛围 土壤 你们看见的 武少祖 什么这些 王俊生 所有的这些人 一点点的 到严世罗 到南勇 到夏龙 到现在的陈俗园 他们到李铁 就像这些怪象 乱象 都是因为 中共的体制 他跟什么 都没有关系 跟你的土壤 跟你的心理医生 跟你的什么阵容 阵型 就算当时 齐武生 都不懂 是吧 有十几个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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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的 十几个教练顾问 十几个 一开会 开到半夜 三四点钟 那满屋的抽烟 把陈俗园 老 老爷子都快熏死了 这种怪象里面 我们都差一点能出了线 你想一想 但凡他能 稍微的能去 真正的 职业化一点 真正按足球规律来讲 98年的时候 霍顿就一直带下去 我们板定板的小组出现 不可能最后了出现了这种怪事 第一场打完 他们就跟如上考 比好像天塌下来一样 对吧 第一场输完 他们就感觉不行了 去到客场 跟科威特 跟卡塔尔 那简直是就跟 天要塌下来一样 天天开会 天天看录像 看完科威特 跟伊朗的比赛 就没法打了 没法踢了 因为整场 科威特压着伊朗踢 我们客场跟科威特 是吧 跟高峰一人进一个 2比1 赢完科威特 对吧 1比1我进一个 科威特 跟卡塔尔 别忘了 这么热的情况底下 在客场 我进了三个 一共拿了七分 卡塔尔 沙特 科威特 我们 你想一想 多好的客场成绩 板丁板的 最后小土地出现 就是共产党的 体制的邪恶 一切你们看见的 全都是他们的 为了他们的 乌纱帽 内耗 他们就是 内耗 他们的教练 从里 这个叫专家小肚 对 这帮孙子 从里这个专家小肚 你说的 这就是内耗 从天 晚上研究 他们研究什么战术 不就是弄洋酒 王锦生 祈祷他们 弄了喝酒 他们那时候 有什么战术 弄了金字阳 这帮老东西 全都是 没有经历过职业化的 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外籍的 国外的先进的足球 这帮人 全是输 完了 告诉你 他们来去 给你顾问 扯淡 只不是从徐根宝他们换了 因为顶上的领导换了 徐根宝 别成顾问了 别辅佐 施拉普大了 你最后弄了这帮人来辅佐 人家获得的挺好 没来两天都给赶走了 鲁迪没来两天 被徐根宝赶走了 施拉普大都给架空 类似就像霍顿啊 类似是包括米鲁 是吧 一点点 都会被这些孙子 只是 我们赢了 天时地利 人和 别说日本 韩国什么 这个东道主 那时候人家占了两名额出去 是吧 如果还按照 足协的这一套来 他妈的两千年年也出不去 天天他妈开会 是吧 天天研究 天天看录像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共产党做的恶 如果大家不认识到这一点 老是去纠结在人种 战术 是吧 这些里面我们会一直在这种循环里面 那国动就更知道 就是说 真正的这些王八蛋们 他们都是假的 都是要送礼的 都是要勾兑 这些孙子都是一样 你们我都讲过 我来补充一下 前两天吧 前两天我在日本 那个足球杂志 他那个网站上 我就看到一段采访 是采访谁呢 所以就现在利物浦 那个日本国家队 不是队长 那个远登行吗 他在日本利物浦 他在现在英超利物浦 他的启蒙教练 接受了采访 我看一下 结果我发现 你知道我发现什么 他启蒙教练我认识 他启蒙教练是个日本人 我认识 为什么 那个日本人曾经在上海 开过足球学校 2011几年 好像是2011几年左右 就是后来新冠用他回国了 他在上海开足球学校 他说刚好那个足球学校 就是面对在上海的日本人开的 价格其实也不太贵 因为我家庭 我就知道了 我有时候会去 跟我朋友去踢球 很普通那个日本人 他有日本教练的 就日本足协的那个有那个证书 他们所谓的license 专门执教青少年球队 很普通的教练 但是人家也挖掘出来 对不对 你看人家远登行也是挖掘 30岁到英超都给踢出来了 就说 刚才我们东哥说的土壤的问题 你只要把这些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系统你建立好 这些东西配置到位了 你挖掘人才不是那么狠狠的事情 他现在那个教练 现在还在日本国内呢 他现在他在福岡那一代 好像还是在做青少年教练这个行业 就是我看他们 就现在他们训练方式 就跟上次国宗哥说的 跟荷兰人一样 就让你玩 不是说让你上去练足球 什么要拿什么冠军 对对就是自然而然 对对对就是这样 Takumi就像你刚才说的发掘人才这些 你就像我们出来之前不是有这个在大野的足球学校与保球学校一样 就在那个就算中国的这个五六线城市了吧 那这个好有天赋的孩子那多大吧 你别说其他地方了 那中国人根本就不缺什么这些有天赋的孩子 而且什么叫发掘 挖掘啥 你就给那个土壤挑着那些 他能踢能打能行 你在这堆孩子你都看得见 只要你眼不瞎 只要你不收黑钱 他们自然而然就在里面成长起来了 不是 你就像中共现在的这体制靠什么人去选择 靠一个教练去选 那你永远你这些六七线八线的城市的孩子你永远都发掘不了 而且没钱的家人你也不累了 对吧 我们有钱给他妈妈教练了他就选我的了 对你搭建了一个好的体系 你这个体系你自然好的有人这些人才去自然全都蹦出来了 你不需要你去发现 再说一遍 梅西马拉多纳罗纳尔罗他一定不是被培养的 圈养的发现的 他是自然而成长的 如果他是能练出来 拉马西亚我再说一遍 拉马西亚到现在了就出了一个梅西一个伊捏斯塔 他为什么这二十多年他在培养十个五十个呗 对吧他在练呗是吧 这些东西是本质嘛 大家如果不懂 不知道 对老委员 就会陷在共产党给你的陷阱里面 是吧 你老委员永远不知道 是吧 他以为 好教练就能他妈的 郝海东教就能教出他妈的 比郝海东厉害或者怎么着 那么扯淡 你不是这块料 谁也不行 对啊 当然是这块料 你郝海东教的话会在这个行业里面更长远 但是你普通教练教 你说他不能达到领域 他也可以达到 可能就时间短一点 因为很多的细节他可能没有水平那么高 他可能就稍微耽误一下 我在八一队的教练最早教我的孟宪武梦的 那是科研所的嘛 他跟郝海东厌的 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球 还踢足球 他那手都 球都拍不了 对吧 他就站在那儿让人来颠球 带球 后来过了一两年 慢慢的我的李宗哲教练什么的 才慢慢带我 因为我们C组嘛 ABC我他们最小的那个组 最差的那个组 是吧 那就是孟儿老带 他连个球他都没见过 对啊 那一样我踢 我踢的最好怎么了 我一年以后 全队踮球这么最好 是吧 你说我是他发掘培养的吗 但是什么 这个当时的1316所谓的工程 是刘国娇 张世迅 他们去选我 选我可不是因为我踢球踢得好 郭董 选我是因为我跑天径 是吧 我台东区 我用60米冠军 跳舞冠军 我跑接力 我去点名 点路什么那个 整个过程人家看见 我这小孩行 是因为这个 你的运动能力 还不是说你踢足球 妈的我当时会踢个屁 80年 就老头带我偶尔踢的 妈一共踮39个球 对吧 这不会踢足球 对吧 就像那个 那时候 赵建华的在 那个 省队的时候的 杨阳 还有什么 杨千里 就那一代的这个 羽毛球的 江苏队的 一样 启蒙教练 那个教练他哪会打 他是网球队出身的 听说林丹也是吗 也不是打羽毛球的 那个教练 什么队长的 好像林丹什么的 那个教练 好像也是了吧 是吧 那他的启蒙教练是谁 我就不知道 但是他后来是 对啊 那肯定是 羽毛球教练 对啊 他是广东的 然后他去到 八一队当教练 对也是 你们都没听过的 对吧 国家队 我知道 国家队也都没入拳 对吧 就是肯定不是像 张建华这么有名 那林丹的启蒙教练 可能也是打网球的 对吧 就像赵建华他们也是 对吧 那怎么了 是吧 你得有这种运动能力 发掘的这种反应 是吧 柔韧灵敏 这种爆发力 是吧 对 正好 这些也其实可以跟大家 家长们稍微就普及一下 说一点 你怎么能发现 孩子的这种运动能力 或者他的对运动的这种 这种喜好 喜爱 你就像我们 那个一个孩子 五六岁 七八岁 他不会觉得累 他就像如果在国内的话 但医生就会给他灌一个多动症的这个茬 就是他 他永远在椅子上 他不会坐 他坐不住 这就是 什么叫多动症 然后孩子们都是愿意运动 对吧 妈的科学最后告诉他多动症 胡说八道 然后 然后他就喜欢去外面跑啊 喜欢去跳啊 这 这就是他有天生的跟体育 他有一些关联的东西 但是具体他你说他能不能成才 咱不知道 但是这是一个基础 他肯定是跟体育 他会有这方面关联的 这一个一个有天生的 有这种能力的一个人 好 谢谢 谢谢夜想 谢谢郝董 然后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 然后既然你提到就是 提到培养那个未来的一些孩子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 因为王大哥提出来 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一个系列的节目 然后也希望在后面的一个 在这个系列里面有其他的一些话题 也想请到咱们的那些资深的球迷 比方说塔公迷这样的战友 跟我们这个节目联系 然后在这里提一下 就是希望咱们的战友的 球迷战友们 在咱们的节目后面留言 如果想加入的话 他可以作为嘉宾 然后有机会加入到这个节目来 然后跟郝董还有夜霞来连线 所以那么这一期的节目就快结束了 然后我找一个朋友 要来了我们的战友 然后他是基督徒 然后他写了一个祷告词 我特别喜欢 我在这儿念一下 然后大家我们做一个祷告 他说主啊 求您保佑爆料革命发起人 郭文贵先生 以及爆料革命全球战友 和我们的家人平安顺遂 免遭共产党的伤害 主啊求您大大助力我们的灭共事业 保佑我们可以早日铲除邪恶的中国共产党 还民主自由于中华大地 还和平安宁于全世界 主啊愿您保佑在牢狱之中的 郭文贵先生和王彦平女士 保佑他们早日摆脱中共的全球司法黑手 重获自由回到我们身边 愿上帝帮助我 愿上帝帮助我们 阿们 所以啊 谢谢全球战友们 非常开心 和大家联系 下次再见 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干死无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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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死空人当 干死无人当 干死无人当 干死无人当